美国有这样一款驱逐舰 它的射击理念与其他舰艇完全不同 它聚集高科技于一身 可最终也没能成为美国的主力舰艇 它就是美国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一位因历史原因消失在大众视野的未来战舰 不过美海军最近又翻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牌子 打算来一次跨时代的魔改 那么在美国魔改后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否还能再就业呢 如果问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海军的天之骄子是谁 或许很多人会说 那肯定是航空母舰呢 其实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才是美国最寄予厚望的一款武器 美国人在它身上下的功夫可不是一般多 号称美国新时代最强舰艇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从舰体设计 电击动力 直管通勤 网路通信 侦测导航 武器系统等 均为全新研发的顶尖科技结晶 美国强大的科技能力 在这艘战舰上被展露无遗 美国除了采用螺旋推进的开发策略外 并将滴滴的主要技术难关 列为十大关键技术 分别指定各大承包商进行实际测试 其中这十大关键技术包括穿浪逆船舰舰体MK57垂直发射系统 整合复合材料舰导与孔径 红外线模型 整合式电力推进 双波段雷达 整合水下作战系统 先进舰炮系统 舰上共通运算环境 自动火载抑制系统 到了2005年 诺格将其十大技术结为一体 通过集成系统对信息进行整合 最终让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成为了统一的网络中心战节点 彻底解决了各个系统之间独立运行 互相操作难 无法共享资源的问题 协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这是美国以往战舰根本享受不到的待遇 在动力系统上 美国更是装配了一套整合式全电力推进系统 这套电力系统的操作灵活性非常高 它可以将燃油发动机动力输出转化为电力输出 使用柴油发动机时 航速能达到16节 使用蓄电池时 航速能达到8节 节省燃料 并且静音效果极佳 有效减少航剂 然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美国不单单是给战机玩隐身 战舰他们也是没放过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外形 科技感十足 美国可不是单纯的整一部科幻片出来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是全世界唯一一艘可以达到全面隐身的战舰 穿浪型类内清设计将所有的建筑全部藏了起来 从外观上来看 这艘战舰就是人畜无害的小绵羊 连舰炮都看不到 1500吨的战舰在雷达上相当于一艘渔船 这种战舰你几乎不敢相信 它是一个具备强大攻击力的大杀器 在武器系统上 美国为其专门配备了最先进的舰炮 155毫米62倍进火炮 这也是这艘战舰的主炮 两门MK46 30毫米进防炮 以及MK57垂直发射系统 这种武器配置看起来并不丰富 但是这两门155毫米主炮 理论射速一分钟时发 最大射程180公里 可以发射常规无制导炮弹 毫米波雷达制导的反舰炮弹和增程滑翔弹 先进的火炮系统 让这两门主炮的火力相当于一个重型榴弹炮连 这还仅仅是主炮的火力 MK57垂直发射系统 80个垂直发射单元 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对地标准导弹和海麻雀进程防空导弹 毫无疑问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火力是无比强大的 不过就是这样一艘集结了 美国最先进科技的战舰 最终却被美国忍痛割舍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冷战后被提出的军备计划 当时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情况 苏联解体以后 全世界国家随便挑一个 谁敢和美国比海军 美国此时已经完全霸占制海权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美国搞军备竞赛了 美国的现役海军已经足够守护制海权 美国此时的想法很简单 我既然制海权足够了 那我就是需要由海转路 我要通过舰炮对陆地目标进行武力输出 在这个大背景下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因此诞生 自一开始 这款武器就不是要打对称战争而存在 而是打不对称战争 因为你没制海权 所以我就是可以拿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欺负你 所以从当时的理念来看 这种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的是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提出的时间非常尴尬 当美国想要好好搞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时 谁知道海湾战争打起来了 这一打不要紧 美国海军经费太紧张了 因为战争 全世界的钢材石油都在涨价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是集科技于一身 东西确实好 但也是真的贵 当时美国海军想的是 这款战舰造价应该不会太贵 但是没想到材料涨价了 最终导致这款战舰的造价高达70亿美元 7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全部换成100美元 堆起来可以绕地球七圈还多 美国人也是肉疼呀 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贵了 我再添点钱弄个航母比这个像啊 没办法了 减产吧 本来想着弄32艘 现在看来 弄个三艘就要掏空口袋了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钱的问题 美国咬咬牙也就忍了 不过美国没想到的是 世界局势发展的实在太快 随着时代的发展 美国已经没有了冷战结束后的统治力 制海权不像当年那么bug 美国此时就很尴尬了 我拿不到制海权 不说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有没有用 美国的霸权地位也要遭到冲击 最后一想算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 回归海洋吧 这也就导致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生不逢时 它虽然高科技十足 但在发明出来后 却不再适合现代战争 或者说不再适合目前美国海军的主战需求 美国也曾想过 把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从废品战里拉出来拯救一下 一开始还是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进行改良 将其主要武器舰炮改为电磁炮或激光武器 不过因为科技限制而放弃了 后来想想 如果不行 我就把它当作伯克级驱逐舰使吧 然而 它的垂直发射系统的80个发射单位 相比于比它吨位小的伯克级驱逐舰上的96个发射单位 作战效率无法逼拟 更何况伯克级驱逐舰的造价更低 这一看替代都没法替代呀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最终无奈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只能说它实在是生不逢时吧 最终也没能成为美国未来的主要舰艇 你说美国心疼不心疼 火力军光是想想都心疼 别说美国天天看着它了 那么这款武器真的就没有机会重回战场了吗 火力军认为这款武器无疑是美国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但是它想要重返战场的难度非常高 不过近年来美媒发布的信息来看 美国对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依旧没有死心 2018年美国出台的核泰式审议报告中指出 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配备新型核巡航导弹 不过这项提议很快被拜登否决 到了2021年美国再次提出 希望通过改良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炮 使其能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来解决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火力问题 这项计划从理论上来说 比新型核巡航导弹靠谱的多 毕竟目前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舰炮 已经失去了原本作用 拆除舰炮安装高超音速导弹 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会因此改变作战用途 甚至可以化身航母杀手 以超过5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 快速打击对方航母等攻击性舰艇 战略价值极大 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 如果拆除两门舰炮 实际上能够装备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身上的 高超音速导弹也不会超过8枚 而MK57垂直发射系统的颈身 不足以满足装备超高音速导弹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在超高音速导弹的数量配备上 并不比俄罗斯舰艇上配备的 高10高超音速导弹具备数量优势 由此可见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想要付出是很难的 除非美国考虑清楚以造价极为昂贵的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为过渡产品 制造出类似武库舰的更先进版本 毕竟从武器的角度上来说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在魔改后的模样 非常类似当年美国提出的理想化武库舰样貌 如果美国真这么搞了 那么在未来我们或许在美国的航母编队屁股后面 看到武库舰的身影 作为美国最强大的火力支援武器 其本身就具备很好的隐身性能和科技化 那么美国海军未来的火力究竟有多强大 火力军实在无法想象 当然还有一种魔改思路 美国大幅度削减船只人数 将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彻底改造成无人舰船 这也就意味着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将彻底退出历史洪流 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试验舰艇 测试美国在未来无人舰船上的可行性 从而研发下一代舰艇 这个猜想火力军认为非常有可能 毕竟美国的理念就是 我必须要赶超世界至少一代水平的武器 那么无人舰艇正好满足美国对未来战舰的需求 不过这样一来的话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将很难再与美国再续前缘 只能通过而自备再和美军逆歪逆歪了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能否再就业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